回到五天新闻继续来关心最新的消息是台南是政府所举办的万安演习挨骂了 为什么呢 这当中的重头戏就是有大陆的人员秘密跑到台湾来 渗透到火车站啊 百货公司啊 还挟持人职啊 结果呢 这后来呢 最后重点就是发生了有这个大陆人被开枪打死的这个情节 之前才有这个张明清事件 才让台南急得消毒说 哎呀大陆观光客到我们台南来呢 绝对安全的 现在这个万安演习居然出现了有大陆人被开枪打死的情形 就被骂说你是要让人家都觉得说台南不欢迎陆客吗 两名大陆偷渡客持枪挟持电车司机 警方迅速赶来包围双方对峙 经制高点警力反击当场中疾病 其他胆图在混乱之中加持两名人质 其中一人被警方疾病 另一名歹徒趁机闯入百货公司 挟持另一名人质 台南市19上开军委 开一个报导集片 194不开转 台湾在中央总理出份 极度伤害人 建议与总队大致 上开军委首席 这是台南市政府举办的万安演习 内容假想有六名大陆秘密人员 渗透台湾攻击 并挟持人 直与警方展开对峙与攻击 演习剧情让民众摸不着头绪 认为台南市不是欢迎陆克来台吗 怎么会安排这么证据性的演习内容 让人觉得很无厘头 终于选赖冠章网月方 台南报道